上海拥有很多项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 虹桥交通枢纽 世界第一的地铁运营里程 突破800公里大关 还有一项 那就是咖啡馆的数量世界第一 截至2023年6月 上海已经有8530家咖啡店了 我现在就在永康路 这是上海咖啡店最多的小马路之一 短短600米就有好几家咖啡店 又开了好几年的咖啡老店 也有有特色的咖啡新秀 今天我和我的同事文怡 要来带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上海的咖啡文化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酒窝 文怡 在挑选咖啡店的时候你有什么偏好吗 我喜欢温暖和放松的感觉 当然了银皮有特色那就更好了 说到温暖 这条街上就有一个好去处呀 我知道 咱们想的应该是同一个地方 那我们走吧 这家店叫做熊爪咖啡 是一家网红咖啡店 它是没有门的 只有墙上的一个熊洞 咖啡做好后 熊爪会加咖啡从洞中送出来的 喝咖啡不仅要喝个味道 还要喝个氛围感 这里的环境真是太棒了 可以同时看到老上海和新上海 是的 风景很不错呢 不仅能看见外白渡桥 还能和上海的三件套同框呢 近处的外白渡桥 落成于1908年 承载着几代上海人的回忆 远处的是陆家嘴三件套 刷新着上海的天际线 重塑着城市的轮廓 上海咖啡店在洞港就藏心了 你发生了洞都藏意得掉 等下我吃咖啡店就当了 就在这上海味道 那么随上海咖啡店有啥味道呢 那去吃食物吧 我来想到他们上海不娘 我来明天就这么上海了 我是上海女的 那我们去比较早上上海 我来想到他 那么我去比较早上海 我去比较早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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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空的空 深海姑娘居然是粉红色的 好可爱 诶 又然那你快尝尝看吧 嗯 深海姑娘居然是粉红色的 酸酸甜甜中带着一丝苦味 是西柚和咖啡融合的味道 挺好喝的 可是是你的吧文姨 这款咖啡很怀旧呢 用的杯子就是上海人家 八九十年代常见的水杯 看杯子上还有经典的上海两个字呢 味道怎么样呀 咖啡中带有梅子的香气 还有糟乳特有的香气呢 很不错呢 咖啡之多的旅程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浓缩版体验 另外上海的话 别忘了喝上一杯海开特条哦 欢迎大家来嗓黑吃咖啡